我不能 要騎保鑣啊 會不會哪天被BOOM掉 沒有啦 我講真的啦 包裹又不便宜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允許的 如果你是消費者 我覺得你可以合理的去爭取 這不對 不然就你的車的貼膜 到底有沒有被打膠 不平均有沒有 它會有一點很像生鏽在裡面 這裡打怎麼膠 這些全部就是我剛剛講的 刺都是垂直的 你好歹也給我割直吧 你把它做便宜 便宜大家應該就想四萬五萬 我跟你講這台車 包XX快 哇 我是鮑膜皇后 歡迎收看大大看 應該有聽過一句話就是 鮑膜的車 遠看 很漂亮 近看 不能看 是不是 我跟你講我今天就是要來 驗證一下這個到底 這個觀點對不對 這台車呢 他在自己家附近 找了一間鮑膜店貼 距離這個好像鮑膜才兩個月吧 兩個月喔 我沒有說拿什麼 貼了一年啦 兩年啦 三年啦 沒有沒有沒有 兩個月 我們先看一些 比較難的地方好了 錢保好不好 請問啊 你今天如果要拖車的時候 欸 這沒有割開耶 沒有問題嗎 然後這種該補的地方啊 沒有補 然後這邊 拿這個擠出來的 這是大包的泡 真的 這個就是 一看就看得出來的瑕疵啦 就它這個還補了一條 然後這個就會有一些 結縫啊什麼 然後跟這個都會 縮回來 我必須說喔 就是我們講這個就叫刺 你只要看到這個刺 跟它的形狀 就是垂直的 這種情況的話呢 就是 低級錯誤 真的 這是低級錯誤 這不應該出現在 真的車模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的車模 有沒有發現邊緣跟磨的 皺摺是垂直的情況 如果是垂直的情況 就是低級錯誤 就是不應該犯 你就是瘋狂要爆拉 你就是有爆拉的情況 你才會跟它是垂直的嗎 對啊 你沒有把它皺排掉 可是有很多店家 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是低級錯誤 然後這後傷性分兩張 這個我沒話說 唯一有話說的是 應該要是外側這一張 蓋內側這一張會比較好 可是它是把 內側這一張蓋外面這一張 那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接縫在這邊 等於它會是撞封面 它這邊久了會淨沙 所以你等於風一直吹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被翻起來 然後就會淨沙 然後雨在打高速公路什麼的 它就會一直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 來解鎖一下 我們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油箱蓋啊 各位油箱蓋啊 久不久 就是我說的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 我的天啊 然後為什麼這裡是白色的 來為什麼 因為呢這個東西它很有可能是拿 這個部位接近的顏色的廢料 拿來貼 那會變成一個問題呢 你印刷的時候是不是 磨料到邊邊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極限嘛 機器印不到的地方 會是露出你原本的底子 原本的底子就是白色的 所以它這個是原本的底子 它拿邊邊的料 拿邊邊的料沒有關係 你要再把這個白色的地方修掉吧 你再打開就 咦 這裡有一個白色 嗯 造型嗎 嗯 然後再來精采的 剛剛那個都還好 來一整排的低級錯誤 這些全部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形狀不是應該要橫的嗎 但是刺都是垂直的 就是像這樣 這個情況就是它整個就是往這邊拉 這很誇張耶 對它整個就是往下拉 然後就會變這樣 這邊也都是 這邊也都是 就是等於這整個後蓋上都 都不對 我一定要跟消費者講說 這樣是錯的 不要再聽什麼店家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這沒辦法 因為你的車形狀怎樣 等等等等 你就跟它講 可是你的方向跟它是垂直 打打說這樣是錯的 算是第一件錯誤 你就這樣跟它講 可以冒你的名字 你就冒我的名字 不行我不能 我不要 你不要騎寶標啊 哈哈哈哈 後面哪天被冰掉 沒有啦我講真的啦 包我又不便宜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 允許的 如果你是消費者 我覺得你可以合理的去爭取 這不對 不然就是如果你的店名 你有掛專業兩個字 把它說哪 專業貼掉好不好 你可以就車體包膜就好了 你不要加專業兩個字 這一點也不專業 不然就很簡單 在專業前面加一個布基的 不專業車體包膜 對... 那我覺得OK 那我覺得OK 像這種啊 太崩嘛 割開會補一張 我們一定會跟客人解釋說 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種東西是可以允許的 可是你把它做漂亮來嘛 你把它做漂亮 你看這什麼 這什麼 這方向就不對啊 你看又有這些低級錯誤很多 這個我都... 我沒有很近距離去叼它 我有看過有影片是 不要包膜 然後包膜很爛或幹嘛什麼 可是它戴得很近 然後講的就是這樣子怎樣 什麼... 沒有 我今天沒有跟你打戴得很細 這個就是你直接暫眼看 肉眼可見 這個也是肉眼可見 不用很細 我發現一個超好笑的東西 這是什麼啊 你有看到嗎 這是車漆耶 這是後蓋的一部分 看得出來嗎 因為這就是深色車的瑕疵 然後你會想說 你沒有什麼狀況 我跟你講它 它對沒包到喔 對 因為它是隱隱 但是它沒有包到 它就直接給你這樣 好 你要這樣做 我就算了 就算了 你好歹也給我割紙吧 然後這裡還補這一片是怎樣 你要蓋可以 你也不要再修我紙吧 蛤 這麼陡 你如果這樣也不行 你可不可以拿尺在桌上割完 你再上來貼嘛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說這我真的 我真的 這怎麼打就是不行耶 然後這個也是 剛剛那一邊 它是裡面那一張蓋外面 這邊是外面那張蓋裡面 可是它就算蓋的裡面還是 對啊 鑽的比較遠 來 我跟你講 這個鑽的要怎麼解說 因為外面這一張的拉力比較大 我在猜 它有可能是 第一張先做這個 然後再做這個 然後可能刺回來或幹嘛呢 所以另外一個 它就先做外面那張 再蓋裡面那張想要把它貼死 殊不知 沒啥用耶 沒啥用耶 因為你的方向就是錯的耶 所以就會變這樣 然後兩邊還不對稱 然後還有 這個是怎麼樣呀 我跟你講這個一定割到車了 再來喔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內行怎麼看 你的車的貼膜到底有沒有被打膠 不平均有沒有 它會有一點很像生鏽在裡面有沒有 在凹凸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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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要偷打膠 你還給人家抓到 上面有點指紋耶 就是它手髒髒的 摸到膠 然後按下去這裡有指紋 好歹也反正那個擦掉吧 這樣子 不行啦 然後這個也是給人家補一條 老爺打膠 這裡打什麼膠 打膠有一種情況喔 就是譬如說 它那個地方已經 連烤漆已經拉起來了 它已經沒有東西可以黏了 沒有光滑面 是粗糙面 那你就抹膠讓它咬下去 但是一定要跟車主講 一定要知會車主 你今天要打膠 你一定要跟車主說 如果今天這個包文店他打膠 他跟你說正常的一定要這樣做的話 這樣太過分了 因為打膠的地方很容易 我覺得這個是攸關職業道德 不知道這間店會不會告我 搞不好人家就是 你倒進來 然後 然後 沒有 你既然就這樣 你跟你不打這檔 你講 你講 沒有啦 我是覺得 我們純粹技術交流啦 大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要直接那麼撈好不好 我覺得到這邊看到這邊 有人就會想說 這個搞不好看很便宜啊 你怎麼知道它包多少 來 你覺得這台車 便宜大概應該就想四萬五萬 我跟你講 這台車包七萬塊 七萬 七萬 它有便宜一點點 但沒有到非常便宜 對 沒有到可以犯這種 然後可以犯這種錯誤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行 還沒有開門看過嘛對不對 來 我跟你講 深色車也有怕一個 刀工好不好 超明顯 你割歪的話黑車超明顯的 就是它這個線會是歪歪歪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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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這樣 對 這個也就是 黑車的話這個會被放大 然後測群也是 驚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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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喜包欸 這一整段 驚喜包 這間保姆店啊 它應該沒有 沒有設計師這個職位 沒有設計師就沒有辦法 幫你把這種調整過來 就是印刷類的東西 沒辦法調整過來 誒 我們店有設計師嗎 是我 哈哈哈哈 這有什麼梗啊 哈哈哈哈 是我 好嘞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 大概選一下之後 我們要來拆模 拆軌 拆軌 你看 這邊看起來很不錯吧 沒什麼問題啊 沒有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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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怎麼回事 起碼修漂亮一點吧 而且它的邊緣是很隨便的 就是有包進去就好了 哦 哇哈哈哈哈 這不是兩層的東西嗎 直接包一個設計耶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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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給它包起來啊 說不定這是車主的意思 不是嗎 它現在這邊磨拆的狀況就差不多了嘛 就是我們終於把它全部拆完了 終於 我們先來看那個打膠的 它慘到它這邊已經是精油已經剝弱了 這個可能就要拋了你知道嗎 再來就是一樣這邊也是一樣的狀況 更慘的是它有掉漆 它是直接把漆拉起來 但是它沒有裂哦 漆沒有裂 所以你看它這邊會有一個空氣有沒有 然後像這種邊邊角角 這裡也都是 這種也都是有打腳 你看這很抖痛 所以今天啊如果你今天要選擇一間包模的話 我覺得必須還是請大家慎重挑選 一定要做好功課 就是一樣嘛 我前面講的就是你不一定要跟我包沒有關係 可是你最起碼最起碼 你不要讓自己就是傷到自己的愛車啊 不要再讓人家覺得說什麼 包模只能遠看不能近看 沒有 你請他來看我們的作品 或是你來找我們諮詢 或是更甚至你就直接來找我包模 我覺得這樣也是很OK的 我真的是非常OK的啊 接下來就是他也是即將要大變身 也想要就是繼續看他後續的變化的話呢 就歡迎各位繼續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來看一下他到底會變怎麼樣 再來呢如果你看到這邊 現在還是沒有訂閱的話 拜託你幫我按一下訂閱好不好 拜託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破萬 感謝各位的那個支持與照顧與愛護 就謝謝大家 讓我們有就是這麼快就1萬訂閱 比如說你自己也有遇到一些 包模的慘痛經驗 歡迎就是在底下留言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如果說你遇到問題是沒有辦法解 或是你覺得不知道怎麼辦的 求助無門的話 也歡迎你直接聯繫我們小編 然後我們後續會再跟你做接洽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達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